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心灵鸡汤都是为了让你认命 它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的根源 用诡辩替代逻辑 是存在便是道理 他们混淆视听 因果不明 以偏概全 似是而非 把懦弱的面对现实的不公 美化成对于不幸的豁达 他们不断的暗示你 一定要妥协 让步 认命 把像狗屎一般的生活 喷上了一些香水 掩饰真正的罪恶 这个世界上 庸才 蠢才 奴才 奴才 是不会说真话的 奴才不会说 蠢才 不能说 奴才 不敢说 这些都是魔鬼的爪牙 需要有人说真话 撕开这道裂缝 让所有的人类 看到光明 这有什么可好 和过 抖音 这些是魔鬼的爪牙 变 身材 把云牙 这些人 可以说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